哈囉哈囉我是虛擂貝盧洛洛 這次要帶來的是 崩壞星球鐵道1.6版本 前瞻直播節目的懶人包內容 提供給當天沒有跟到直播 或是想了解關於全新角色 軟眉 真理醫生抽取間的肉肉們 這次的1.6資訊量非常龐大 還包含了下一個星球 皮諾康寧的大量爆料 並且只要在下半卡池期間登入 就送一隻限定五星角色真理醫生啊 實在是沒有看過這麼佛的米哈友啊 洛洛也會以最精簡 卻又不讓大家錯過任何重點的方式 來補充相關的內容 也會提到官方在前瞻節目沒有提到的部分 本次也將會同步加入 復刻的五星星河獵手任與卡夫卡 除了A.6版本的卡池情報 與版本活動的內容之外 本次版本同樣有送免費實充 蕭洛洛也會提供一些關於卡池的初步建議 提供給還在徬徨的肉肉們 那麼就讓我們影片開始吧 我們回到這個未來的 世界中全部 改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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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副1.0的机体效能 好像 不行了 天呐 这就是全新2.0的我妈 现在觉得全身通体舒畅 又通书玩5个游戏都没问题了 诶 想知道洛洛现在为什么效能 可以这么猛吗 除了感谢研究员K的感受之外 也非常感谢Intel爸爸 所赞助的全新CPU 现在洛洛换上了最新的 Intel Core第14代桌上型处理器 作为一个需要透过超吃效能的3D 来进行直播和演出的洛洛 也是揉鱼得水 揉虎天涯 还在考虑换一颗最新最猛的CPU吗 全新的Intel Core第14代桌上型处理器 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哦 不输了 洛洛要赶紧加紧排列插会啦 2.03D 起座 首先要带来的重磅情报 就是星穹铁道竟然要在1.6版本 送出免费的一只限定五星角色 真理一生啊 再次也再度恭喜星穹铁道 获得三大游戏平台最佳游戏奖项 真的实至名归 不过却没有想到 竟然除了星穹之外 还送一只限定五星 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呢 就连原神都还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 顶多有送过一只没有命做的埃洛伊 时间效果呢 嗯 而星穹铁道是直接送啊 而且在前阵节目里面 进到这一段时也很有趣 真理医生在节目后段说到 看到一本震惊的脸说出这样自在幽默的话 真不愧是拉丁奥教授啊 对于新手来说 真理医生的定位是一个单体输出角色 五星角色的初始面板数据也不会太差 在开放的时候也能提供不少帮助 还不赶快揪上自己的三五好友若克来玩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真理医生的领取时间是从1.6版本 万物激流的活动月签开放后才可以在邮件内领取 因此会是在下半卡池开放的期间内才能领取哦 那么再来是关于卡池的角色情报 1.6与上半卡池更新的时间为10月27号 加倍全新的五星冰属性铜鞋密图角色软梅 同期还会有任的复刻 黑宝四星角色为全新登场的量子属性 古免密图的雪翼 以及3月期亭云 软梅的普攻为强规的冰属性单体伤害 战技则是能使我方全体的伤害和弱点击破效率提高 终结技释放后会展开结界 使我方全体全属性抗性穿透提高 并且在我方击破敌方弱点时 给敌方目标头上附带一朵梅花图案的标记 标记会在目标下次行动时触发 为延长目标的弱点击破状态 并使其行动延后 还会造成冰属性击破伤害 附带密技时 会在战斗开始时直接触发战技的BUFF效果 并且不消耗战技点 炎完软梅是影响着魔力宇宙这项系统重要的一员 只要在魔力宇宙中 软梅身上持有密技效果时 此时攻击敌人会直接视为利用弱点进入战斗 本次攻击可以无视弱点属性 減减敌方全体的韧性 击破弱点的同时 也会触发攻击者自身属性的弱点击破效果 另外若是身上每拥有一个魔力宇宙的祝福 就会使血润伤害提高 并且在击破弱点时造成额外的冰属性附加伤害 若是身上有十几个祝福 那数字可会有多密集啊 可以直接在魔力宇宙吃软饭啦 雪姨也是洛洛非常期待的角色 除此在剧情中看到她时还以为她是五星角色 结果跟妹妹含鸭一样 做了这么漂亮的角色竟然才四星啊 反倒是见习判官后后是五星 雪姨普攻为常规的量子属性单体伤害 战绩为扩散伤害 对主目标与相邻目标造成量子伤害 天赋效果的部分 是在雪姨对敌方发动攻击 減减敌方韧性时 将会累积恶暴层数 当层数叠加至上限时 雪姨就会发动追加攻击 终解剂释放时会对敌方单体造成量子属性伤害 并且本次攻击无视弱点属性 直接对其血姨韧性 血姨韧性越多造成伤害就越高 而秘技则是立即攻击敌人 并在进入战斗后对敌方全体造成量子属性伤害 下半卡池则是全新五星虚数属性 巡猎命徒角色真理医生 同期还会有卡布卡的复刻 陪跑四星为素伤、纳塔莎与普克 真理医生的普攻与战技皆为常规的虚数属性单体伤害 用随身携带的法典来揍人 天赋则是能够附带一定几率 使真理医生在释放战技时 对敌方发动一次追加攻击 若敌方身上持有的负面效果越多 就能使追加攻击的发动几率提高 终结机则是会召唤巨大的斜塔 计算斜塔倒下的角度 对敌方单体造成虚数属性伤害 同时给敌方附加上智者的短剑 若我方角色攻击身上持有智者的短剑的敌人时 都会触发真理医生的天赋追加攻击伤害 而密技释放后则会召唤一个石膏雕像 对附近敌人进行嘲讽 若是在雕像所处的领域内的敌人触发战斗后 会有大概几率使敌方单体目标速度降低 虽然立会的真理医生和软眉相较之下比较难动心 不过不得不说 洛洛看到真理医生的本人后 发现他本人比例会好多了 手臂的肌肉不禁又想到了隔壁那位文弱的学术分子 希腊式的穿着风格 思考时会有石膏面具戴在头像像个搞笑艺人 讨论知识时还不时把人骂哭 最后在节目上直接批评卡池安排0分 感觉个性上好像是个很有趣的男人啊 就算外型不讨喜没关系 果然还是幽默最重要啊 上半卡池的限定光追为软眉的专属光追 尽忠不我 任的专属光追到不了的彼岸 以及陪跑的四星光追与行星相会 余生的第一天秘密试星 镜中顾我的光追效果为提升装备者的急迫特攻 并且在装备者释放终结季后 使我方全体造成的伤害提高 并且若装备者的急迫特攻大于等于一定数值时 还能够回复战绩点 并且在每一波战斗开始时 替我方全体角色回复一定能量 上半卡池的限定光追为 真理医生的专属光追 纯粹思维的洗礼 卡布卡的专属光追只需等待 陪跑四星光追为此时恰好唯有沉默、老道的选择 纯粹思维的洗礼的光追效果为常驻增加爆伤 若是敌人身上持有负面效果时 装备者还能够对敌人造成额外的爆伤 同时在终结季的攻击 敌人时还会有额外的增伤 而若是最佳攻击 还能够无视目标的防御力 以效果上来看是非常强烈的单体输出光追 后续有其他适用的角色或真理医生的替代光追选择 洛洛也会在实装后提供相关的钱的参考 这里洛洛也带来1.6版本的初步抽取建议 在整个版本中 软眉是里面唯一的辅助角色 是我老米粉都知道 辅助角色在米哈欧的游戏中都是高CP值的存在 所以无脑选择抽软眉绝对是不亏的选择 专属光追也是为软眉量身打造 奇迫特攻这项数值从软眉出现后被提及的次数大幅提高 因此专属光追所提供的奇迫特攻和联动效果 也会是对于软眉来说重要的辅助作用 所以至少0加1是可以考虑的 战斗上给巴比会比较舒适 除非你的辅助角色已经够多 想要拓展其他的辅助角色 不过软眉池中还可以顺便捞新的四星毁灭角色雪衣 连雪衣都没有放在人气比软眉低的真离生时 就是贴心的一局啊 而其他五星角色像是任、卡布卡、真离生中 这三个都是辅助角色 缺辅出都可以抽 但是要先了解各自的队伍组成 评估自己是否能组得完整 有没有适配的辅助角色再来抽 而不是只抽一个角色就结束了哦 任是以生命值属性为伤害核心的毁灭输出 和隐悦、禁流、并列、毁灭3C 具备自烧血又回血的战斗机制 在怀疑狂灾和高难关卡中 也常常是能够以单通的能力来碾压关卡 真要说缺点的话 就是目前比较没有增加生命值的辅助 因此在buff角的选择上 会比起其他辅助角色要来的少一点 另外可能就是选日配的话 可能会不小心被 你打我吗你哭 给洗脑 此外任对专属光追也会比较要求 因为就只有那件光追有提高生命上限而已 其他加攻击的毁灭光追也不是任所需要的 所以如果有抽任 或是打算抽任没有专属光追的话 也建议可以趁复刻期间 把专属光追到不了的彼岸给补到 真的没办法就用陪跑的秘密诗星冲高迭影 但即便如此任还是一名非常强势的输出 自身在队伍中也可以不用像隐约和金流 绑定三伏一的阵容 要当主C或双和负C都可以非常的灵活 卡夫卡则是斗特体系的核心 搭配1.5版本的新仪器 蟹球套和仓球套 又让输出上限能够有新的突破 同时搭配专属光追只需等待 可以获得全属光追独有的速度加成 并且还能够叠加与专属光追特有的负面状态游斯 这样卡夫卡一人就可以直接给敌方附加三种负面状态 详细机制说明也可以参考 洛洛先前制作过的卡夫卡影片 而卡夫卡除了在斗特体系担任核心之外 也可以放在双核队伍或是担任雷属性训刃手 所以在后续搭配真铃声时 也可以组成双核输出阵容 使真铃声的追加攻击触发几率达到百分百 若是先前已经有抽卡不卡的话 可以考虑往上补星魂或专属光追 虽然斗特伤害的数字 比较没有像毁灭或知识命图那样看着爽快 但喜欢卡妈的话 卡妈的提升绝对是阶梯式的网上 全部就是单看你对妈妈的爱有多少 队伍变化和空间也算大 刷素材关卡也很快 也能够用来应付后面的虚构叙事玩法 赞赞赞! 也是抽了6加5妈妈的洛洛 给想抽卡不卡的人一些心得分享 最后就是真铃声 真铃声由于全副玩家 每个人都会有一支零星魂 致力于打造出全游戏 具有率最高的角色 因此后续就只要看 自己有没有想要在网上抽星魂和光追了 而通常星球铁道的五星限定光追 都会为了该五星角色的机制而量身打造 因此有一个专属光追也是八九不亏的选择 加上星球铁道的光追也不容易歪 也没有把另外一个复刻角色的光追 掺到同一个卡池里面抽 因此洛洛会比较介意 可以先抽光追再考虑补星魂 不过若是初来驾到的星手星球量比较不足 或是有想抽其他角色的话 其实真铃声也不急着要先练 许练的光追也会有比较多替代选择 到时候可以再看看有没有能用呢 至于后续的星魂效果推荐 洛洛也会再做相关的角色评测影片 所以总结最最最懒的抽取懒人包 你星出的角色若是有想抽 洛洛都会建议可以先囤个足够0加1的星球量 真的不行的话 星魂灵其实也通常都会有足够能用的机制 而且版本又送那么多抽 又有新增那么多常驻玩法 和新的DLC可以挖星球 只怕自己干的太慢来不及抽而已 你绝对可以放大野心抽到自己 玩起来最舒适的星魂和光追术 若是无刻又无欲无求 都能拿满星 也可以直接开始囤囤鼠模式迎接皮肉康妮了 在1.6版本的全新剧情中 将会实装新的开拓序文《庸与神的冠冕》 剧情内容主要是在太空战中 魔力宇宙迎来新的更新 因此天才俱乐部的大人物都齐聚于此 故事的推荐也会发生在 全新的湘庭地图《禁闭苍段》中 由于软梅的秘密研究发生了一些小意外 我们在黑塔的推荐之下前往担任助手 一起解决在黑塔太空战里面发生的麻烦 其中的一些小麻烦 就是画面中这些由软梅所培养的各种可爱小生命们 完成活动可以获得命运的足迹与星穹素材等奖励外 还会获得一个全新的对话框 在版本活动《遗宠十一》中 我们会需要帮助软梅培育它在太空战培育的小生命们 看起来像是猫球结合在蛋糕这样的甜点里面 看起来十分软Q 透过培育手册我们可以选择想培育的目标 并借此收集这些小家伙来解锁图鉴 活动过程我们还可以化身为佩佩 在活动观看里面跑来跑去哦 在活动《虚禁未探》中 开拓者将会受邀参与一项来自技种科的测试 测试的对象是透过气味刺激所模拟出来的幻象敌人 比如说会遇到蒜蓉味的风饶玄怒 哎哟 而根据气味外挂的不同 测试中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配置不同的气味外挂 也会获得不同的战斗能力加成 我们会先经历过普通测试 进而解锁绝望模式 完整活动可以获得自速成只与星穹素材等奖励 大家最喜闻乐见的免费十元充 登陆七天就能领好领满 心铁欧大哥啊 版本期间也会陆续开放一共12次的次元饰品双倍奖励 以及每天三次的轻石碎动的仪器双倍奖励 新的禁闭舱段是一个在黑塔空间站中 有着上下三层的巨大区域 这里原本是有着许多百度车频繁穿梭的区域 后来因为未知变异而封锁 并且成为了太空站中不对外开放的区域之一 因为这里是废弃状态因此也没有半个人 不过怪物倒是有的 在温床的区域中 这里有着贴心呵护法则 需要将温度、湿度、风量调到适宜的温度 并给予足够的爱 在集散中心中 有着宽广的圆形平台连接实验室和接驳通道 生命将会与此 蕴含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在此孕育 药物制备间中 可以选择多种加入罐中的药剂 像是蛇梅、香料、药草、白糖、甜点 又或是生命的灵感、足量的魅力 培耀敏呢? 不可视、不可说、不可触碰 看起来像是决战王虫BOSS的地点 随着开拓序文的故事推进 我们也会迎来与全新王虫 斯克拉·卡巴兹的一战 看到这个名字不禁会想到 晚安马卡巴卡 王虫的出现是由于卵梅在尝试培育复制体的时候 所发生的其中一个小意外 原本这只王虫是怀与蝗灾的原型 因为实验过程中的变动 而使这只王虫出现在我们的世界 《魔理宇宙》又要实装全新的DLC黄金与机械 可以看成是新一版的环与黄塞 同样会在《魔理宇宙》中新增一个入口 也同样有五个难度 这一版DLC的内容 主要是黑塔等人培育了《魔理博士尊》 并且选取了天才俱乐部中编号27的 帝皇·鲁伯特死亡前的时间 我们需要搜集DLC中全部的章节 调查其中的帝皇战争 在完成终局的挑战后 就可以解锁全新的《魔理宇宙》命图 《智势》 智势命图的效果为 当满足自定义《骰子》的被动效果要求时 能使我方全体的终结技障害提高 并且在后续获得三个虚无或《花园命图》的祝福时 还能够解锁另外的回响交错 新的DLC玩法和之前的《花园航》在类似 不同的是这次的DLC解除了《骰子》和《命图》绑定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六个栏位中 自由装配不同效果的《骰面》 若是要获得更多的《骰面》效果 就需要搜集更多的《开脱命纹》 进而把所有最强的BUFF效果全部装在里面 同时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组合玩法 假如一开始选择的是《卡夫卡》 骑士的《命图》选择虚无 但因为能够自由组合不同命图的《骰面》效果 因此就可以在虚无的命图中 体验到直达铺满相关格子的效果 而在完成每一轮的《黄金与机械》DLC后 就能够获得神经脉冲 主要是用来点亮技能术 解锁更多的BUFF 此外新的DLC也新增了《自我认知系统》 在《魔力宇宙》中的次元格子移动时 会有可能触发自我认知的变化 进而导向不同的剧情分支 需要不断的通关来搜集全部的剧情 解开其中的秘密 罗罗只希望不要又有很难获得的祝福和奇物 当时真的是刷软眉的祝福和超远 真近刷都快吐了 不过毕竟也是一个强著的DLC 这些唯有很多的星球和奖励可以挖好挖满 全新的力战影响关卡 助星的就业 需要击败全新的王虫BOSS 斯科拉卡巴兹 斯科拉卡巴兹和幻影黄灾的王虫 一样都具备强大的繁殖能力 只要在斯科拉卡巴兹进入增殖状态时 每次王虫受到攻击时都会掉落新的虫群 虽然攻击王虫就会让他召唤更多的小怪 不过当王虫在增殖状态时 却也是他最脆弱的时刻 因此我们也需要把握这段期间尽力击破王虫的弱点 最终使其爆炸并波及其他的小怪 在续刃的过程中 有时也需要掌握时机 才能够更有效率的击败斯科拉卡巴兹 而从前瞻画面中可以看到 斯科拉卡巴兹的弱点为物理、冰与虚数 正好是新登场的阮媒、真理一生各自的属性 同款力战与想、助星的就业后 就可以获得阮媒、血衣与真理一生的相关突破素材 因此有打算要抽阮媒或血衣的热门 记得要在一滴路版本更新的当周 等到版本更新后再消耗力战与想的每周次数 在一滴路版本也会新增全新的常驻玩法虚构叙事 玩法会有点类似先前活动的评书奇谈 其实也满像忘却之挺的啦 机米还敢说不是 并且和混沌回忆一样会有定期刷新的周期 每个玩卡会有两个节点 挑战时需要编制两支队伍 并替每个队伍选择一个BUFF效果 战斗中只要击败敌人后 敌人就会立即刷新 对于敌人造成伤害或击败敌人的同时都可以获得积分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轮次内 尽可能获得越高的分数挑战 也因为每个虚构叙事关卡 会有节点1和节点2的两场战斗 因此完成战斗后 就会结算两场战斗的积分 再根据挑战积分更新关卡的最高积分 每期的虚构叙事也会有不同的BUFF效果 若是想获得高分就要尽量配合对应的BUFF 以及因应敌人的特性来选择少镇的角色 完成每期的虚构叙事 若是首次通关任意一期虚构叙事的第二关后 就可以获得一支免费的铃克 而关于第一期虚构叙事的关卡BUFF也已经释出了 这边洛洛也补充提供给大家参考 BUFF为我方释放终结技攻击敌方目标时 为目标附上爆裂最多敌加6层 目标回合开始或被消灭时 根据爆裂层数对该目标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固定数值的伤害 而第二期的BUFF为敌方目标受到的持续伤害提高50% 受到持续伤害的敌方目标造成的伤害大幅降低35% 被攻击后行动提前35% 很明显就是给卡布卡的DOT体系队伍提供的环境 混沌回忆也会在1.6版本新增11和12层的关卡 等于每一期可以额外获得120星球 因此总计720星球 搭配虚构叙事两个常驻玩法会交替更新 时间轴上可以看到在混沌回忆更新后两周 就会开放新一期的虚构叙事 虚构叙事开放两周后会再开放新一期的混沌回忆 而一个版本一共会遇到三期的常驻玩法 因此完全通关就能够获得一共2160星球 真的是太棒啊 此外混沌回忆的开放时间会从两周延长到六周 所以在刷新到新一期的混沌回忆时 还是会和上一期的混沌回忆存在时间重叠 也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混沌回忆 若是讲求效率一点 还可以在第五周和第六周的期间 选在三个常驻玩法同时出现的时间内 一次把2160星球拿到手 下一期的混沌回忆BUFF也已经释出了 效果为每一波或每一轮开始时 对敌方全体随机施加10次以下负面效果 攻击力、防御力、速度、效果抵抗降低8% 受到最佳攻击伤害提高20% 每种效果最多抵加3层 持续3回合 并11名我方巡猎或毁灭密图目标立即行动 很明显也是提供给真理一生的攻击环境 后续若是不确定时辰周期 也可以在《从星际和平指南》中的烛光剪金的界面中 查看这两个玩法的更新情况 虽然《混沌回忆》新增了两层 但后续1.6版本更新后 也不用再从第一层开始打 因为会新增全新的快速通关功能 会根据上一期三星通关的最高层数 来决定下一期的快速通关自动解锁层数 假如先前把所有关卡都拿满新的话 最高可以从第七层开始挑战 并且直接把1到6层的奖励全部一次拿满 而在进入下一层的关卡时 配对也会自动沿用上一层的编队 而且还多了上下配对互换 以及一键清风配对的按键 除了《混沌回忆》有快速通关 《虚构叙事》也会同步有快速通关的功能 目前最高可以快速解锁最多前三关 真的是太贴心了 1.6版本中 只要领取《混沌回忆》和《虚构叙事》的星级奖励 就可以获得新的兑换道具《碧雨》 可以用来在全新的商店《西岩城城》中兑换道具 包含自速承知《一器材》的奖励 觉得现在的每日时讯已经很简单 很嫌疑了吗? 后续每日时讯还会更简单 像是只要登入游戏 就可以完成其中一项每日时讯 开拓力消耗的需求也会更少 新入坑的玩家若是要搜集一些新角色的素材 以往可能要解锁到该地图才能够接触到关卡 后续1.0版本更新后 也会实装部分素材关卡的限时解锁功能 这样即使还没有结束到该地图 也可以直接前往该关卡刷取需要的素材哦! 这里洛洛以来补充前瞻节目没有提到的1.6优化内容 其中一项是后续编队的数量将会增加上限 总共可以来到9队 后续1.0版本更新后 也会新增全新的通用命途素材《梦之珠类》 可以用在需要特定命途、行机、进阶素材 但是数量不够使得一项替代素材 不同的稀有多素材也会有不同的替代比例 版本更新后 也能够在邮件里面领取到官方赠送的部分《梦之珠类》 通用的素材也会替换在《无名勋理》里面的奖励内容 像是在《命途行者》的赠礼中 就可以直接领到通用的《梦之珠类》 届时就不用还要回想或打开背包看自己还缺哪一类的素材了 看到都要哭了! 节目的最后也带来了全新的星球皮诺康尼的大量爆料 出席节目的代表为皮诺康尼的新角色之一 也是家族的负责人星期日 我们可以知道比诺康尼位于阿斯德纳星星 是一颗信仰铜鞋命途的星球 一直以来以度假圣地闻名还宇 并有着社会之星的美名 由此也可以发现到 比诺康尼充满着一种party的灯光与氛围 有点像是拉斯维加斯那种堵城的感觉 并且有着古典歌剧和富丽堂王的剧院 随着星期日先生邀请各路贵宾前往比诺康尼 我们也认识到了未来将在比诺康尼登场的新角色们 首先是星期日的妹妹植根鸟 是备受瞩目的巨星 担任开幕特邀嘉宾的同时也会在宴会上现场 另外也有在白日梦酒店担任酒店接待的米莎 在主要景区和游乐设施 也会遇见服务人员流营 以及猎犬家系的保全加拉赫 也因为家族包容一切 甚至连异形形态的羊男明火大公和星河猎手之一的萨姆 也会在皮诺康尼登场 而PV中艾斯达克身上疑似附着了明火大公的火焰 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除了匹诺康尼的角色 来自环宇四面八方的宾客 还有星际和平公司的战略投资部的高级干部沙金 哇这个是洛洛的菜 臭爆 再来是星雄列车的姬子 要跟我们一起下车了吗 博士学会的真理一声 用锐益的照片来当宾客形象真的没问题吗 来自流光一庭人气很高的黑天鹅 代表假念愚者的花火 最后是行走在巡猎命徒之上的巡海游侠黄泉 这照片初看还以为是希儿 建议到官方的TGA参展影片会看到更完整的黄泉样貌 不过黄泉是和牙医和雷电将军同一个配音的新角色 煮饭和不会煮饭 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种秘密 以上就是崩坏星球迭道的1.6版本前瞻特别节目懒人包 看样子1.6版本之后下一个版本就会直接到2.0直达皮诺康尼了 看到这么多角色 你各位的星球量可要准备好啊 后续关于新角色的实测心得和抽取建议 洛洛也会在版本更新后制作相关的影片 有其他问题也欢迎到直播间询问 制作攻略不容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 也可以点击接吻按钮来取权鲁包的会员 也不仅仅仅仅仅仅感谢 再让我杯新鞋茶 最后喜欢更新影片 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给鼓励 而且每周一整个晚上觉得办更新影片 我是薛洛洛洛洛 我们下次见啰 R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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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D